各位觀眾大家好 哇 打風了 是不是爽呢 要上班的都偷得浮生半日閒 不過下午就已經發3號風球了 大家又要上班了 上學的就繼續不用上學 失業的就繼續失業 原來香港現在有20%多的人口失業 大家夠不夠用嗎 夠不夠用也好 記住千萬不要想歪 做一些不法的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很多搶劫案 希望大家就算是窮 都要窮得有骨氣 不要突然間對別人的財物有些奇怪的幻想 但說起奇怪 在打風期間有一段新聞都挺奇怪的 通常那些人就去追風啊 衝浪啊 都是自己去玩而已 或者跟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玩而已 今天香港就發生了一件事 有個人就去這個塔門露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塔門 上次五仔就說塔門是香港最北的地方 有人就說不是的 但是也是一個香港偏北的地方 那裡其實真的什麼都沒有 其實那裡 除了民居之外 只有山路和 一個大平原 那大平原就出名是 那些人去露營 除了人之外 那裡還有很多牛 那竟然有一個38歲的人 就帶了一個70歲的老母去塔門 在9號風球的底下露營 那打風不久 他們的帳篷就被風吹走了 那他媽媽更加一度出現低溫症 那幸好現在人是沒事的 但是我覺得這宗新聞都挺奇怪的 通常都是跟女朋友或者是跟朋友 和志同道合去追風 怎會帶媽媽去的呢 這下真的很奇怪 那說到一些風暴消息 這陣子旺營 真是 打大風 那無論是 龍門冰室之前就說過 渣哥這陣子就勁抽了 這宗公關災難怎會糟糕 人家玩王來玩王來看看班車 玩得多成功 剛剛才在那個蘋果日報又登一版廣告 之前五仔都說了 半版廣告是18000 一版 36000 那班車 在蘋果登張36000的廣告 他夠比有餘了 那他在連登呢 班車這個 登蘋果日報的帖 就得到3000多個like 那下面的連登仔就說 逢返必紅 逢踩必紅 逢鬧必紅 那看到班車這個 登蘋果的行為 是得到正面的評價 那但是呢 渣哥這陣子 就大鑊了 腐皮如潮 其實講句公道說話就是 如果那個人一向都是 PK開的 然後走去黏 那些人就會覺得他 十足一清 就是覺得這個人衰極 他起碼都是黃色 大J哥也是靠這招翻身的 但是有一些 一直都黃 黃到金的表面 但是他做錯了一件事 之後呢 就變成了 十清一族 即是代表 他本身好地地 突然間 哎呀 那個污點症 污髒了 其實明明是十族 一清那個 才是 但現在呢 那些十清一族的呢 在網民的眼中 會更 這就是普遍網民的一些價值觀 現在渣哥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他之前搞過一個叫做 五區公投 最後呢就選了三個地方來 被人投票的 那之後呢 最多人投票的 是不是沙田區 還是荃灣 總之就是 一定不是銅鑼灣區 但是 他們經過他們的董事會商議之後呢 他們決定在銅鑼灣開分店的 那這件事呢 老實說 黃營的怎麼會放過你呢 一定罵得你 你要明白黃營的核心價值本身就是 民主 投票 今天投完票之後又不聽別人投票的意見 你開頭就不是賤搞啦 就是個個都是這樣罵你的 那些人就會說他是 假民主呀 小圈子選舉呀 那你真是崩口人的崩口碗嘛 這件事 我們香港人已經受了小圈子選舉那麼久了 你自己本身掛了黃色大旗 又搞投票搞完之後 董事會最後決定 其實我們都明白 你說 我做生意 我們董事拿錢出來 決定權當然由股東作主 你付錢交租的 你說在哪裏開就哪裏開 不過都是那句 你是有權選擇分店去開哪裏 但你就不是搞投票 你搞完之後不跟民意就 始終一門生意 你們玩到黃色大旗 都是好看民意的 現在搞這個公關災難出來 可以說是小小事就見真章 你要明白 那種色的核心價值 唐英年當年教我們什麼叫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就是民主 我們這些在核心外圍的人 就是被核心內圍的價值 吸引在一起 才稱為黃圈 那你搞完投票之後又不聽民意 是不是玩東西啊 很多網民都 瘋了這件事 但是今天看到 渣哥 他們就出了 就打算可以化解關公災難 我們看看這篇 大家接不接受 他貼了一張照片 就叫做 博鞠渣哥 聲明 他說你好 我是這個 admin 是不是他們Facebook的管理員 不是渣哥 我本身是沒有改名 但現在出來做聲明 所以要改名 你們可以叫我做渣B 最近渣哥 於網上連環失手 俗稱 分別 無端端開分店玩投票 第二 知道自己搞錯投票 已經失手 俗稱 竟然蠢到刪鋪 刪了投票結果 還有 三 經常打購人 今天開會 上上下下都表示 渣哥這次真的拆了 雅清失手 其中一位平時負責簡單Facebook IG的admin 工作的低人工高質素同事 就是我渣B 冒死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 渣哥 雖然你已經公開道歉了幾次 又承認開錯投票 但你都blog得人多 不如我又blog回你 看看你覺得怎樣 講完之後 原來渣B我已經預了被炒 沒想到渣哥回答 好啊 你就blog我 莫道理再blog齒人 人亦能blog齒你 我正式宣佈 渣哥Facebook IG這一刻開始 由渣B接手 渣哥將會被禁聲 不可以 再出帖 亦不能 留言回應任何人 直到另行通知 另外 所有之前被blog的人 亦會被unblog回 即解封 這裏是不是以後都不會blog人呢 渣B跟其他同事談過 得出以下的結論 如果你是純種的五毛 或者留言有人身攻擊 又或者惡意對說髒話侮辱人 我們仍然會blog 但現在所有人 都會解封 公司上下亦沒有期望 曾經被blog的人 輕易原諒渣哥 你們是期望渣哥可以明白 究竟被blog是什麼感受 讓他自己感受一下 最後補充 渣B我份人是 比較溫和 熱愛和平 Style跟渣哥完全不同 Facebook IG如果悶了一點 希望大家見諒 這個Pol是得到 萬七個like 又很有趣 網民大部分的態度 也是表示支持的 沒有什麼生氣的 然後有些人就說 這個渣B會不會是小環呢 我不知道大家 接不接受這個 道歉 以及 blog狗渣哥的行為 我見很多網民 是表示支持的 但是其實 我自己覺得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原來都是這麼小學雞 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讓政府知道這個黃色經濟圈 是這樣的 其實 我想如果是上面那些 都真的不用管你們 無論上次龍門 帶你40萬 然後說 我認 我寧願被人拘捕 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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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被 那些看到 又少一檔搞事了 因為他隨時可以撿著這件事 然後說查理性 查理什麼 那你就 收屁了 那現在呢 又見到 這個渣哥和那些 網民 可以叫做內控 那我發覺其實 黃色一直以來 好像追求著一些 超級理想的理念 那這個世界就真的是 人無緣人的 那往往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 黃斗黃的情況 他們都會 拿著某一點點 然後就 你覺得這樣又對嗎 你覺得這樣又對嗎 那其實呢 就真的一點都不團結 老實說 我被你批導到最後那群人全部都是 完美無瑕的 黃到金的 那可能那裡只剩下 兩三間店舖 或者是幾十人 其實這樣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 有時候的事情 我也覺得是 得搖人處 扯搖人的 話畢是同一個方向的 有時候不用 去到那麼盡 至於有些人就說 他這樣開銅鑼灣 是不是追擊龍門 又說是 生意之間的競爭 那這些 就算不分顏色 他們自己的行 都一定是有 商業競爭的 這件事是不用懷疑的 我之前就見過 在台灣會有一些飲品店 會跟隔壁的小食店夾住來做的 可能你買我的東西 你去那裡又有優惠 但是你看香港 龍門 還有渣哥 什麼什麼 叉雞煲 那些 全部在網上串來串去 你想他們這樣 大家合作 就一定不可能 況且可能他們 都會覺得 大家是一個 競爭對手 甚至可以這樣說就是同行如敵國 就算同顏色也是一樣的 雖然大家掛著旗出來就是黃色 但是大家的大佬都是叫錢 是啊 現在看這些 有些感覺就好像 一個字頭 然後裡面內控在欠地盤 是啊 其實整件事都是差不多 你把它演化到那樣東西 好像比你說什麼 民主 顏不顏色 最後就說一說 原來 你不要以為 吃東西才分顏色 原來喝東西也分顏色 喝啤酒也分顏色 有些人說啤酒當然是黃色 因為啤酒本身倒出來是黃色的 那你是錯了 我看到一個連登帖 你是需要知道 這個報告叫做買罐啤酒而已 我差點跟朋友反了面 他就說 OK買幾罐啤酒 跟朋友去公園吹吹吹 他就說青島便宜 不如買青島 他的朋友 劈頭第一句就問 你是不是傻了 芝拿啤都喝 OK算 我疏忽 然後他就說 不如喝Ice 他的朋友就說 你睡了多久 Ice是梁敬昏代言 然後作者就說 被人省了兩夜就醋了 但他也忍氣吞聲 就說 加士伯嘛 然後他的朋友就 撮著聲說 加士伯 可能是世界上 最乃供的啤酒 那作者就說 我忍 你 日本啤沒死了吧 喝那個什麼 是不是 Ashahi 然後他的朋友就說 那個東西本身都是加士伯的 然後作者 就眼尾掃一掃 冰箱的1664 他的朋友就一說 不用掃了 1664都是加士伯的 然後作者就說 我生氣了 我就問他 Sum must be 和Jolly Sandy 可以了吧 然後他的朋友 態度非常之惡 還想動手打他 他說Sum must be 和Jolly Sandy 都是加士伯的 然後作者整個人灰了 跪了 然後他的朋友拍一拍他肩膀 就說了 喝藍妹就可以了 別人沒有在TV錄 放廣告 之後呢 原來這個報告就發現 很多啤酒 其實都不是黃色 是藍色 反而那個名字 有個男字 那隻藍妹 就是主動說 不會在TVB上放廣告 大家今天聽到之後 就認識了 除了吃東西的時候 認識分顏色之外 連喝啤酒也有顏色分 今天不斷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不斷的分享 請LIKE SUBSCRIBE PAY MING LONG LONG 記住 喝了酒之後 不要開車 不要像陽明的漆頭 好啦 BYE BYE